大家好,我是明仙地道的福建文 牛肉营养分物要多吃 今天用牛肉做好吃的 今天分享牛肉包的做法 首先准备一块上等的牛肉,差不多300克 牛肉含有蛋白质,氨基酸已经都种微量严肃 有条件的要多吃一点 先切两半,再逆着纹路切薄片 切啊切 切好再把它摆好 准备一根祖常的擀面杖 把牛肉敲一敲,把它的纤维敲断裂 这样做出来的牛肉更鲜嫩 敲成薄薄的大片 敲好放盘子里 调入一勺生抽 料酒 一勺淀粉 用我的右手充分的抓拌均匀 再倒入一勺使用有锁住牛肉的水分 再用勺子搅拌均匀 然后腌制15分钟 准备一根洋葱 准备一根洋葱切下一半 把它切成丝 准备一把金针菇洗净切两段备用 再准备蒜,红椒,姜,香菜 把蒜切片 红椒切切切 姜切丝 现在切断全部切好放盘子里 把姜蒜红椒放往里调入2勺生抽 一勺蚝油 一勺蚝油 适量香油 用勺子搅拌均匀 砂锅里倒入食用油 灌入洋葱炒香 然后铺上金针菇 然后铺上金针菇 撒上88粒盐增加底味 上面均匀的铺上牛肉片 倒入调好的酱汁 盖上盖子小火焖煮8分钟 盖上盖子小火焖煮8分钟 中间倒入50克五件红酒 没有红酒用料酒 我的牛肉包熟了 看着流口水了 再撒上香菜段 出锅即可享受美食了 牛肉包做好了 看牛肉非常的鲜嫩可口 有分有素 营养搭配精衡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生活本不苦 苦是我们欲望过多 人心本无泪 泪是换不下太多 每天吃好睡好别想太多哈 好了我先吃饭了 天气冷来一碗金针菇包牛肉 非常的不错 牛肉鲜香滑嫩 非常的好吃 感谢您的观看 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和关注哦 不喜欢也可以关注 我们明天见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